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頻道會在每週是跟金米咖啡相關的知識以及一些器材 所以如果你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及小鈴鐺就可以收到每週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特別驅車來到台南的翠行咖啡館 並且請到我們可愛的店長如意 大家好 我是如意 目前在翠行咖啡擔任店長 OK 好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就是Oasis的四合一的除下型飲水機 那包括熱水 冷水 常溫水 還有氣泡水 也是他們最主要的功能 那飲水機可以直接直出氣泡水這個功能很特殊嘛 也是非常難得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如意呢 待會教大家三款 如果你在家裡面 包括我們電力裡面也在使用的就是氣泡飲的飲調製方式 並且跟大家聊一聊氣泡水的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學長待會呢 還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台飲水機 它的一些喝起來的特色啊 以及如何利用這台飲水機做熱手 做得很好喝 OK 那我們就往下走吧 那先請如意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我們在店裡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那個氣泡水喝起來的質感 那怎麼樣啊 我們做特調比較好喝 或是客人會比較喜歡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是夠強勁 因為我今天都想要喝氣泡水了 我當然會覺得一定要有夠味 夠氣味 我才能當作氣泡水 那我喝水就好啦 然後第二個呢 是對我來說也很重要的 是夠持久 夠持久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在家特調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會去做攪拌 那有一些氣比較沒那麼夠的氣泡水 它在攪拌之後基本上就沒有氣了 對 那就也沒有意義了 所以對我來說這兩個是結合比較重要的 第三個可能是不會那麼多人意識到的一個問題 是氣泡的細緻度 那因為有一些它是夠細緻 但是又沒有那麼有氣味 有些是夠粗糙 可是又會太嗆 我覺得這是要抓到一個平衡 那我們第一杯要做什麼 第一杯要做氣泡美式 OK好 直接來 那第一杯氣泡美式的話 我會分成三個部分 氣泡 水 然後跟冰塊 然後這個是espresso 那espresso會放在最後加的原因是因為 espresso它的creamer保存會比較完整 它不會被冰塊或氣泡水直接沖散 它會保存的更多一點點 那第一個我就是直接加冰塊 冰塊的量的話是佐量加 我自己比較喜歡有冰塊 然後其實這一台的話 它淨水器的氣泡水本身的冰度就已經很夠了 那第二個是加氣泡水 對 那我就直接加 那水的部分就是佐量 你只要輕觸就可以了 好 OK 好 好 可以拿蠻多 氣泡蠻明顯的 不錯 最後 就是加我們剛剛已經先脆好的espresso 好 攪拌 倒在冰塊上 漸層比較漂亮 要滿不滿的感覺 很性感 嗯 很煩 OK 好 今天那個氣泡美式 就是它上面可以看到一層漂亮的 就是creamer跟氣泡水融合一層的一層表層的油脂感 然後這一層就是也算是氣泡美式喝起來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喝起來會覺得有香氣會包含在這一層上面 所以如果只要你的氣泡水細膩度夠好 然後濃縮的creamer做得夠漂亮的話 實話說這個喝起來簡單做就很好喝 讚 讚 讚 好喝一口 怎麼樣 舒服 那我們接下來做第二杯 我們第二杯做什麼 第二杯做大人小孩都喜歡的蜂蜜檸檬氣泡水 很好 第一個的話蜂蜜 第二個檸檬 第三個氣泡水 很簡單 但是這個非常消暑 而且在家裡面很容易取得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來做做看 對 然後第一個我們就是準備我們的 榮眼蜜 榮眼蜜 對榮眼蜜 自己給你們參考的數據是 我大概會加28克左右 因為我喜歡酸甜平衡 但我這一把加到31 所以我今天需要甜一點 屁 好 31 28到31 沒錯 再來就是加檸檬汁 你要現榨還是去外面買原汁也都可以 那我今天沒有榨 來不及 然後我自己會加20 20 左右 所以有一點像是蜂蜜 多一點點 對蜂蜜多一點 然後檸檬汁少一點 那看你 然後現在這一步先進行攪拌 先攪 因為你如果先加冰塊的話 你待會就攪不開了 沒錯 現在先攪 把它攪勻 然後再來就是加上最重要的 冰塊 其實還是蠻建議大家就喝氣泡水的時候加一點冰塊 氣泡水在有冰的情況之下呢 持久效果比較好 好 OK 大概就是這樣 做完了 最後再加上最重要的東西 檸檬片 愛的檸檬片 是不是 有加一點覺得 可以賣180了 哈哈 哈哈 我們店沒有賣這麼貴 這個很簡單 但是在夏天真的是蠻不錯的 可以看到有漂亮的漸層 直接做第三杯 我邊喝 你邊做 第三杯我們做什麼 那這一杯的話會比較像 有一點點特調的感覺 我們是加果醬 氣泡水再加酒 最需要的 很煩 那因為現在是夏天嘛 所以就是熬了芒果果醬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果醬的比例的話 我們自己會覺得是 也是看你們 我們自己在店裡賣的話 會加到50到60克 因為 我們的果醬很不甜對不對 哪一個 我們的果醬 算還是有一點甜度 因為芒果本身就會甜 對 5050左右的果醬 沒錯 然後呢 加上冰塊 直接加一些小水冰 我們的蜂蜜檸檬怎麼那麼好喝啊 沒關係 無所謂 好了 這也是蠻考驗技術的 氣泡水 好的 要先攪拌嗎 還是 最後再攪 我自己會喜歡最後一次攪 最後一次攪 因為我比較怕麻煩 最後再加入 來一點靈魂 注入一點靈魂 沒錯 這是我喜歡的請酒 但它也是比較大眾可以看到的一支 露苦 露苦 露苦請酒 那你們也喜歡加別的也都可以 那我自己的話 會建議加30克到40克左右 你也可以用莫數 因為畢竟都加久了嘛 但我這一把想要加60克 你加不 你裝不了 有10克 你把它裝滿吧 把它就直接注入就可以了 請酒最後注入是比較有意思的 好 完美 因為呢請酒如果先加進去的話 它的香氣會比較放在下面 如果你在最表層加的話 它會 喝的時候瞬間就會喝到酒的感覺 對 所以就會 有一點過癮 好 待會兒的話就可以直接先喝 待會兒再做攪拌的動作 然後它就會有一點分層感 就是你可以先喝到酒的味道 經過攪拌以後呢 酒跟那個果醬 還有氣泡水就會融合在一起 沒錯 喝起來就會有層次感 而且你又有空間可以再加一瓶酒 好不要再加酒了 來喝一點 好你先喝一下 哦 大白天 攪一攪吧 等一下再加一點酒 不要 夠了 可以 拉底一下 上一下 這個氣泡水加果醬真的很讚 好 夠了 今天也蠻鼓勵大家買這種 香檳杯的啦 因為它的那個 整個香氣非常的上癢 這酒真的太重了 還好吧 還可以再重 很好了 很可以 OK 好 特別在家裡面呢 隨時隨地有個氣泡水可以用 真的是蠻過癮的一件事 就是包括很多酒嘛 如果你沒有果醬 其實就是氣泡水加酒 就是一些很經典的酒譜都可以做了 如果你有咖啡 無論你是 我們今天是用濃縮嘛 對 所以如果你是用冷泡 或者是用冰滴 其實也可以做類似的效果 就是氣泡冰滴 或氣泡冷泡都很好喝 抗完乳液示範的三個 很那個 油膩的 氣泡飲以後呢 我也沒有啦 很好喝的氣泡飲以後呢 那 希望跟大家聊一下這個來的機器齁 因為這來的機器其實我覺得很棒 很棒的地方在於是 它剛剛也跟大家講 它有四個 水 一個是熱水 冷水 然後常溫水 跟氣泡水 那氣泡水剛剛示範過了 那冷水的部分呢 它隨時是四度是一的冷水 所以如果在家裡面隨時都有冷水 而且呢 在我們店裡也是 常常可以讓客人 就直接做冰水 做冰美食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水做 這樣方便 然後呢 它這次的技術上面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UVC的 紫外線殺菌 就是這個技術其實 蠻特殊的 是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 生菌 就是能夠有殺菌的功能的話 我們要紫外線 它造射時間要比較長 但是呢 這次它用這個UVC的技術 用非常非常短的時間 就可以讓我的 水裡面的殺菌 能達到99.9 而且呢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冰水跟氣泡水功能 因為如果氣泡水跟冰水 經過太長時間的這個 造射的話 其實就是不冰了嘛 而且氣泡的功能就會不見 那另外一部分 它的過濾的部分呢 是用三道濾心來做過濾 那這也是我蠻喜歡的地方 就像 這一支台飲水機 我們很喜歡的地方是關於它的 冰水功能 因為它過濾完的效果 它能夠保留一些部分的礦物質 是它跟有一些RO飲水機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RO飲水機 RO飲水機它可以讓我的那個 礦物質含量幾乎都沒有 但是它還會保留蠻多的礦物質 所以你喝起來呢 尤其是冰的情況之下 喝起來會有點像礦泉水的口感 所以比較清脆一點 是我蠻喜歡的 那我也覺得 我的客人如果可以喝到這種水 喝起來會覺得比一般的RO水好喝 因為RO水喝起來很無聊 豐富一點 而且還是蠻好喝的 蠻好喝的 那OS自帶的飲水機呢 我今天需要在南部側 就是過濾完大概TDS大概150左右 那在北部呢可能在80到100時間 所以中間有差7-80 所以需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在北部使用的話 研磨度你可以稍微調細一點點 在南部的話可以調出一格 那我們今天是用小富士5嘛 對 所以如果你在北部的話 就可以用4.5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待會兒如意會示範的時候 會請他把整體控水 都稍微再大一點點 在南部的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TDS比較高 他的礦物質含量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容出力也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把水放大 他就可以適度的讓我們的香酸更飽滿 OK 好 直接開始吧 好 一樣齁 我們真的 中間先多一點點 然後往外繞 可以中間 好 大概40克左右 38點吧 你看到會有一個完美的悶蒸 然後水 大家就是在南部啦 尤其在南部 TDS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我們水真的不要太客氣齁 你水太小 反而容易苦澀 所以齁 那反而在北部呢 你就水不要過分打 因為其實他的整個水質的空子比較小 所以水稍微 中水也不要過分小 中水呢他喝起來的東西會比較多 比較不會空空的 OK 好 我們30秒啦齁 然後第二段 不要忘記喔 水稍微大一點點 好的 稍微大一點點 OK 好 大一點的水呢 他整體會讓你的流速變快 那你在 因為配合這個TDS比較高的水池呢 你就會比較不會有 萃取過度的問題 喝起來就會 酸甜比較平衡 所以大家也要特別注意一下齁 當然因為我們店在台南齁 我們本來就喜歡喝甜一點嘛 水 台南人的空氣都是甜的 OK 甜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OK 是水啦 所以齁大家 也可以控制一下我們的水 OK 剛才第一段我們把酸質做完齁 後面這邊開始做甜質 正中間先給一點 然後再往外繞圈 讓他進到一個浸泡狀態齁 這時候呢 他的甜質的釋放會是比較多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緊張齁 所以不用太小 就是自然可以看這個水 就像是中水 中水 不要搞太小 搞太小容易苦雜 那咖啡自然就會很甜味很舒服 好 沖到300 1比15就完成了 這樣子做呢 基本上 無論你在北部或是南部 只要你弄清楚你的水的控制燃量 你基本上小調整 你就不會太難喝了 OK 完成 1分50秒 今天如意的第一杯 沖什麼 今天喝伊索比亞的西達姆 好 香氣就是很正常 所以呢 用OASY這台飲水機 他便利性真的是還蠻好的 而且呢 他現在有冷水 熱水 冰水還有氣泡水 加上他的一些殺菌功能 我覺得呢 還是蠻適合在家裡面 如果你想要一個漂亮 那是他的功能性又很 很全面的一台除下型的飲水機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或是來看一下他的相關資料 那我們今天的喜歡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謝謝如意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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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